已经放进去了 从刚刚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今天再选过同样的东西 再选购一笔 原来有一笔 那它会自动变成2 那如果我把它改了以后变成5 再选购一笔它会变成6 一样的更新购物测 如果我变成舞台的话 然后更新购物车它就变成5台 然后再回去选购的话 再回上一页 再买同样一台的话 再买同样一台 那它会自动变成6台 因为它会去算 会去判断 同样的物件呢 你放在你的购物车里面 它会自动去算 如果是相同的 它就自动帮你加上去1 那如果你要直接加了1 不够 要改回来 那你就改回来 好了 我只要两台就好了 好 那你就点一下 改了以后 点一下更新你的购物车 那它就变成2台 好 那如果你在回来 再买同样一台 好 再买同样一台 好 那加入购物车 它就变成3台 好 它会自己去算这个动作 好 那如果是要换别的呢 好 好 换这一台 好 好 那这里加入购物车 好 那第一次内定都是先把1塞进去 好 先把1塞进去 它可以让你改 那也可以呢 你再去买 它自动帮你加上1 如果还是同一台的话 好 那当然是根据编号 好 商品的编号 所以它会自动变成2 好 那这个动作是 所谓购物车的动作 它用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物件的方式去处理的 好 那它怎么样做呢 那我们当然是要去 好 我们点选一个商品以后 好 比如讲 我点选了这个商品以后 它是去呼叫product 好 下面 看下面 左下角那里 滑鼠 停在这里 左下角会显示 它的超量节的程式 它指到你的product 所以我们把product 调出来 好 product 好 好 当你点选了那一笔 就是从这里 从这个页面 点选了任何一笔以后 它来呼叫这一支 那这一支呢 好 我以为就只有一支 所以它的动作呢 还是宣告 UTF8 然后呢 连结开启资料库 然后呢 require once 它就开始读什么 读购物车 你的定义进来 好 那购物车的定义 它是放在mycar.php 所以它去呼叫mycar.php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 mycar.php 长得什么样子 接着是mycar.php 那mycar.php 一开始就去include 就去呼叫一个 共通的一个购物车 它放在哪里 放在wfcar里面的这一支程式 wfcar.php 那这一支程式呢 是在哪里呢 是在wfcar里面的wfcar.php 你把它叫进来 OK 原来这个就是 就是这一家wfcar 就是wfcar这一家公司的 它所wfcar这一家公司 它所发展出来的一套 可以让大家来复制来使用的 其实它写的还是php 你看从这里开头 php开头 然后前面警号 或者是这个符号包起来的 这是它的解说 注解 那意思就是 这是它的说明 其实它很早很早就有了 十几年前 就一直放在网路上给人家用 到现在还有 那版本当然也许有更新 也许真的就不需要更新 因为它是一个模组 那它的程式呢 会一开始定义一个物件 那php有提供物件处理的这种方式 所以你会使用class去定义了一个物件 名字叫做wfcar 那内容呢 这个内容是定义呢 就是你的variable一些变数 那这些变数呢 比较常看到我宣告toto 一开始呢 它的购买的总价呢 等于零 因为一开始都没买了 好然后item count 你选购了商品的数量 一开始等一名 然后接着它就选购 你定义了一个item 它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一开始 不晓得会有多少 所以这个阵列呢 它一开始是宣告一个空的阵列 然后后面一定会再去定义这个阵列 然后这个price item的price 售价也是一个阵列 然后这个是item的quantity 然后接着是它的商品名称info 几乎放的都是名称 然后它定了有这么几样东西 来当它的变数 还有阵列的变数 然后接着它就宣告一个function 一个cut 那这个cut呢 里面是空的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叫做建构 就是construct construct 就叫建构 通常物件一开始使用之前 都要先去建构一个空的 一个物件出来 基本上它是用一个function的方式存在 所以这句话呢 一定要有的 它的理由 在别的语言大概也是这样子 你要使用一个物件 那你就要construct 你要去用建构纸 去宣告我要建构一个物件 那这个建构 建构它的构造一样 construct 好 这句话呢 就叫construct 好 那建构好了以后呢 然后你就会写一堆的function get content 就是购物车里面的内容 我要把它读出来 用什么方式去把它读出来 那它的这个程序呢 它的程序就是利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建构好的物件 就是cards 然后用这个lets去呼叫它 呼叫它里面的item 里面的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 它都固定的字 然后ets temper item 就是把里面已经放在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呢 先放到一个变数里面来 然后我们先设定一个item是没有冷空的 然后呢 接着呢 它就把读出来的那一笔 把它的item把它放在id这个里面 就是把它的key 读在里面来 然后把它的数量读进来 把它对齐好 把它的数量读进来 它读进来的方式呢 它会利用lets 然后etsempities 意思就是你建构的这个变数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数量 你输入的数量 那一开始都一个嘛 就把这里面的值 它里面的数量 这个项目呢 把它放在这个section里面去 那这是section的语法 你可以看到它是item 就是放在section里面的变数 然后中华符 然后这个是它的key 就是它的key值 那叫ID 所以基本上呢 在你的这个session上面的部件 它好像是这个这样子的栏位 它在记忆里面 就会去摆这样子的一个栏位 那第一个栏位就是它的key 它的ic值 然后第二个栏位就是它的key 然后第二个栏位就是它的key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quise 然后第四个是它的info 然后剩下的它变数 它总共的金项 然后剩下的它变数 然后剩下的它变数 你买一笔 它前面还有加了一个key 它前面还有加了一个key 所以说第一讲 我们待会用我们的sounding去买 我买一笔两个 一开始发进去一个 然后 然后 20块 然后这是泡面 然后它的key就是00 我用这个商品来当它的key 所以整个放进去一套car的物件档 这个样子 它跟我们的cookie非常非常像 我们的cookie也是类似这样去处理 cookie只管这一块 然后有一笔就两笔三笔这样 它有时间cookie加上时间存活的时间在这里 这是cookie加上去 那现在用这个就没有cookie 没有cookie 它会这样加一笔 就在这里 就放进去 这里就去读一笔 这里呢 你一开始去读它的一笔 它先设定items array 其实这个items array 前面就已经建议好了 那第一个宣告items是空的 正列是空的 清干净了 然后for each 那人的话 你自己把它稍微改一下 不要距离这么远 距离这么远 好 这个items呢 等于false 一开始没有东西 但是从这里清干净了 好 然后这里是一个变数 然后在这个变数里面 利用section的一块位置去定义一个变数 叫做items 然后把这里面的id呢 把它的key值 其实就是它的key值 把它放到id里面 然后把这个quantity放在这个quantity里面 然后subtotal呢 就是数量去乘以它的plus 数量乘以plus 再放到这个subtotal里面 然后 然后再把这个items放好以后 这是一个正列 那因为里面有好多项目 然后再把它放到items 放到这个正列里面 就是这是一个正列 里面就是一笔资料 然后再回去 再return 把这个再传回去 传回去的一下 那这里 在这里呼叫它的 这里是include 一开始 先把这一段城市载进来 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因为它需要有所谓的运费 需要总共合起来多少钱 所以这里它就定义了一个扩充的物件 它去扩充什么my car 扩充这个my car 这里一开始就建构了一个物件 my car 所以它去扩充一个extend 就是变成my car 它就扩充这个my car 那孩子 那孩子 名字还是叫做my car 所以它加了两个变数在里面 加了两个变数在里面 然后接着呢 它这里就定义了 我要清空我的购物车 因为当我购物车结账以后 我就要清空啊 那清空你要自己写一段函事 就叫随便取的 empty car 清空我的这个car里面的东西 那清空呢就是物件 这时候用类次来代表这个物件 我的car 这个物件呢 total把它清成0等于0 然后item count的键数 我买了多少键也把它清成0 然后运费 然后总额都清成0 然后一样这个就是空的 有它空的值 items啊 price啊 然后quantity啊 然后info啊 商品名称这些 都把它清成0 清成空的 那这一个函事呢 从这里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它只是去做清空的动作而已啦 好 好下面呢 它就如果有修改的话 它用这一段函事 如果你有修 如果有修改的话 它就用这一段 好那这一段呢 意思就是一开始呢 一样的 item count的0 然后total0 如果size of this item 大于0 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去更新你的数量 你的数量那个值啊 是大于0的话 那它要怎么做 好 好它就用for each 去把这个item里面的值呢 先 items里面的值 先放到item 放到正列里面去 好 这是一个正列的项目啦 好 然后再把total呢 再加上 如果你有改这个数量的话 那就把新的数量呢 好 price去乘以数量 好 然后再用原来的把它加起来 加进来 放到这个 class里面的这个变数啊 叫total 放到这里面来 好 然后接着 数量 加1 好 所以 这一段呢 是负责在做这个事情 好 那因为它的程式呢 也没对形 所以我们必要的时候呢 自己 稍微搬动一下 好 好 这样比较好看一点 好 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数量是大于零 那它会自动的去更新啦 那如果没有那就不做了 那如果这里呢 加了一个 如果total大于五万块以上的话 那它的deliver fee 就是运费呢 会等于零 就你买的价钱 超过五万的时候 运费呢 就被公司吸收了 公司做了 那否则呢 运费就是五百块 如果你买的不到五万的话 那我要送给你的话 还要加收五百块的运费 所以这一段是在算它的运费 当它的项目大于零的时候 它会把你的总购买的金额算一算 总额超过五万 就是不用运费嘛 超过了就要给五百块 没有超过就给五百块 好 所以这个最后的 加上运费的总额呢 就是还会把total的总额 加上你的deliver fee 就是你的运费 零就是加零 不是零 就是加五百 会增加五百 来算你的grand total 总total 好 那put card呢 满抽象的 你看到这个 这个 它去呼叫WF card WF card只是去定义 然后如何取得你的物件 如何加入一笔资料 放到你的物件里面去 放到你的class里面去 这是如何加入 如何的修改你的物件 你要update的话 那就呼叫这个edit 然后删除物件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 检视购物车 然后我要在这里按E除的时候 那E除呢 它就其实来呼叫这一端词试 Delete item Delete item 在这里呼叫 好 那这里就会负责 把你的这个购物车里面 在class里面的东西去把它杀掉 比如讲我移除这一笔 点下去以后 那这一笔就移除了 那这一笔呢 再点下去 那这一笔也会移除掉 就是空的 好 那就是 再来 好 这个好 好 那就多了一笔 好 那这些动作都是在这里做的 E除 然后这个也是envent car 就是把你的购物车清除 好 然后这是更改 好 这是wfcar 你看起来是蛮累的 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简易的 今天有给各位一个补充的资料 好 好 这里有一个wfcar的demo 我写了好几个版 让你呢 比较能够理解的 好 那这是demo1 第一个demo 那我们就用这个程式 先来练习一下 好 那这个demo呢 呼叫 意思是这样 我自己模拟三个商品 好 然后来呼叫我们的wfcar 那我把wfcar呢 稍微 其实跟它差不多啦 我把它加了说明 wfcar 就是webforce这家公司所提供的这个 好 几乎都一样 这是建购物件 我用中文稍微给你 让你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从这里先来了解 wfcar怎么样用 因为太多人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万一以后你要写一个购物网站的话 我 我 来 对 你